欢迎回到华文评测 我是硕硕 苹果作为一家以软件生态为核心的公司 刚刚结束的WFDC 可以看作是下一年的新起点 生态内所有硬件的OS 都在这场开发者的盛会上得到了更新 这些新功能决定着你9月份 要剁手的iPhone 13用起来什么样 刚摆到家里的iMac 还能为你多做些什么 以及你的下一台电脑到底可不可以是iPad Pro 所以我们也迫不及待连夜升级 给大家体验三大OS的新亮点 不管你手持哪台设备 现在我们一起体验最新的苹果生态 这次在iOS上最明显的变化 莫过于全新的通知界面 现在会将通知APP的图标放大显示 一眼获取信息的效率更高了 同时增加了一个定时推送摘要的功能 在通知设置界面可以打开这个功能 并且设置一天的摘要通知评测 时间以及需要摘要的APP 这样被你选中的APP就不会频繁推送打扰你了 而是只出现在每天的摘要通知里 你就不必总被推送打扰 而是通过定时的摘要通知 就能一块看看今天发生了啥 在iOS15上还新增了一个专注模式 这个可以看为是原来勿扰模式的升级版 在控制中心中 点击这个专注按钮就能切换不同的状态 同时还可以进行自定义 包括这个状态的名称 在状态内可以打扰你的联系人 以及可以给你发推送的APP 并且苹果还非常贴心 可以智能的把一些紧急类通知释放出来 不错过例如外卖到了要取得快递这些重要的消息 我们注意这个专注状态还可以共享出来 比如现在通过另一台手机 看我的状态就是处于专注模式 通知已静音 那可能有急事的会想办法找我 没啥大事的也就算了 不会耽误太多事 铁了这两个功能 感觉iOS15是让人们从快节奏高密度的信息中 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我觉得这是继屏幕使用时间之后 苹果想让人们更多回归生活的进一步尝试 这两个功能各位觉得贴心的 可以抖个一 在Facetime上 iOS15也是费了大力气进行更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支持在视频通话过程中的背景循环 让人物和背景更加分离 聚焦在人物本体 同时可以通过空间音频技术 实现通话人嘴在哪里 屏幕就哪里发声 增加了那种面对面的感觉 并且现在的麦克风支持了更好的降噪效果 可以选择不同的降噪模式 不过目前还是有bug 还体验不太上这个功能 白费了我们想制造噪音的团队 伴随Facetime还有一个叫SharePlay的功能 具体来讲就是你可以与朋友的Facetime同时 分享Apple Music音乐 TV Plus的视频节目或者共享你屏幕上的App画面 这个功能感觉就是异地恋神器 从此也能跟你的女朋友同步追剧 女朋友也能看你在王者峡谷上分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Facetime和SharePlay的新功能在iPhone iPad和Mac上都能使用 不过在我们目前更新的系统上来看 最后还有一个细节要重点提一下 就是图片文字识别 不论是截屏还是摄像头拍摄的图片 里面的文字都能单独提取出来随意复制 这个只能说母公司的技术终于舍得下放了 实际体验也确实方便任何界面的截图 照片的文字点击一个按钮 就能开始随意复制随意爆炸 看完iOS我们换个大家伙iPad 说实话看完今年的发布会 我觉得iPadOS整个更新太保守了 既没有去压榨M1的性能 也没有充分利用16GB内存 手里的iPad Pro依旧感觉有劲没地儿屎 不过跟生产力最相关的多任务能力 还是有了改变和提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PadOS 15新增加了一个多任务菜单 在任意APP界面顶部都有三个小点 点开之后可以选择全屏模式 分屏模式和服装模式 相比原来纯手式操作效率更高 最重要一点 原来多任务比较逆天的是 这个app一定要在dunk栏中 你才能把它拖出来进行分屏 现在点击分屏模式 当前的app会躲在一边 让你在主屏上任意选择一款app 点开后即可组成分屏 方便太多 并且在现在的后台界面 长按某个app的进程 把它拖拽到另一个app上 就可以组成新的分屏组合 并且还能把组合的分屏的拆开替换 相比原来只能直接关闭一组分屏的管理方式 开放太多 同时服装的任务也可以直接显示在右侧 可以直接管理 不用像iPadOS 14那样 必须从右侧向内滑 才能呼出并管理服装app 如今在一个app内也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窗口 比如我在备忘录中查看一个旧的 编写一个新的 现在只需要点击多任务菜单的全屏模式按钮 底部就会弹出一个app内的多任务窗口 可以切换不同的备忘录 或者再新建一个 效率也是提高不少 不过虽然现在多任务操作模式 组合方式更加灵活了 但其实你掰着手指都算 能同时运行的app最多还是三个 双分屏加一个浮窗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浪费最高16GB的内存 并且我觉得如今iPad Pro最大12.9英寸的屏幕 也完全有空间满足窗口自由大小 自由拖拽 忠心还是希望苹果进一步释放iPad的多任务能力 不过目前来看还是得再等一年了 iPadOS 15在界面上的明显变化 就是终于可以随意放置小不见了 不再像iPadOS 14那样只能放在侧边栏中 同时提供了比iPhone大不少的小不见尺寸 可以直接在主屏上预览更多的最近文件 或者显示更多联系人 充分利用iPad的大屏优势 同时在Apple Pencil的交互上 从右下角上滑新增加了快速备忘录功能 通过这个功能可以快速记录一些信息 也可以在浏览网页的过程中 把链接添加备忘录 还能标记文章的重点进入备忘录 方便后期查看 只要一点收藏的这句话 就会跳到文章中的对应位置 感觉这个功能也是特别适合学习资料的整理 现在备忘录还能用警号添加Tag 添加了之后就能按照Tag来快速筛选备忘录 同时如果你和团队朋友协作备忘录的话 现在还能at某个人 这样也会收到对应的提醒 总的来说还是把一些细节功能完善了 整个这个警号和at也非常顺应社交网络的使用习惯 我们再看一个更大的家伙 MacBook 综合来看这次MacOS和iPadOS升级 苹果还是把生产力担当的角色更多给了Mac产品线 大家发布会之前说的那些什么取代一个产品线 现在看来确实是过度解读了 在这次的全新MacOS上 我们看到了Mac产品的进一步与移动端产品的融合 如你现在可以把iPhone上的音乐 AirPlay到Mac上播放 也可以屏幕镜像直接用Mac那块高素质大屏 来跟别人分享内容 当然这一切iPad一样可以 同时发布会还演示了一个非常炫酷的功能 就是一台Mac一台MacBook一台iPad Pro 他们组成了一个超级中心 他们靠近时光标可以在三个设备中自由穿梭 用一套键术横跨三台设备 同时还能在三台设备中自由拖拽内容 看起来相当科幻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试变了各种姿势 给两排设备摆了各种体位 在当前的固件版本下 光标依然被设备的边框无情割合 期待后续在这个功能上进行了更新 苹果的当家浏览器Safari 也是在这次更新中进行了迭代 现在就是把搜索框和标签也做了融合 整个工具栏看起来更加简洁 并且工具栏的颜色还能根据网站的主题色进行改变 增加了视觉上的沉浸 这才增加了一个标签页组的功能 方便收纳整理自己看过的网页 也是一个非常方便整理资料的功能 可能由于之前Safari过于简洁 所以感觉这些功能也只是追赶市面上的主流浏览器 做功能上的补足 比较有意思一点 大家似乎都期待苹果把MacOS的生产力 向下释放给移动端设备 但这次WFDC我们发现 反而是MacOS汲取了诸多移动端的特性和新功能 就我们刚才体验过的iOS iPadOS大部分功能 全新的MacOS也都是支持的 并且在移动端的快捷指令功能 也被移植上了Mac 将原来需要很多步才能完成的操作 合成一个指令 进一步提高了效率 想必很多人跟我一样 看完今年的WFDC有一些失望 好像那些天马行空的畅想 苹果一个都没给我们 但整场看完之后 也感觉到苹果一些变化 曾经有一个一个设备 一个一个OS讲新功能的WFDC 变成了通过讲述一个一个新功能 带出每个OS每个产品 今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几乎所有更新的内容 在多端都是通用的 在功能上实现了桌面设备 移动设备 穿戴设备 家居设备的融合 要知道 WFDC是开发者的盛会 它对于开发者的作用 要远大于像我这样看热闹的发烧友 或许已经在硬件端芯片 实现大一桶的苹果正通过本次WFDC 正式吹响全面大一桶的号角 但不管怎么说 昨夜真的不够amazing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评论支持一波 我是硕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